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些话没讲完 我就一边卷这个剩下没卷完的头发 一边跟大家想 就是我这一阵这个月 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就是因为我没有去一个比较重要的面试 然后我打算把时间都腾出来 做这个视频 以及各个论坛上面的一个账号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以后未来想 做的事情比较接近吧 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视频 在更新上面速度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以前是打算一个月一更 大概一个月可以更个一次 但是我现在想说可以多发一些 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还有一些我以前就很感兴趣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时间做的事情 对然后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 欢迎跟我说 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我平时参加的活动 然后以及我一些个人的想法 然后我自己一些写的剧本 这些我都会往这个YouTube上面发 然后我希望让大家更好地去了解 就是一个 一个是中国文化 另一个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和一些我对于艺术的理解 然后我发现我还有一点事情没讲完 就是 for those of you who subscribe for me because I start talking English in my first video apologize for speaking Chinese without subtitles I will add them on today and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 said in the previous videos 就是给所有的 不管是中文说中文的还是说英文的观众 道个歉 因为我之前没有加那个标 没有加那个sub字幕 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看不太懂 因为我觉得 就是jennel的构成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持续地一直说一个语言 就很容易忘记另一个语言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视频 让我自己保持说中文 同时也说英文的一个习惯 然后不要忘记自己原来最开始的语言 同时也希望说 让大家都更好地去了解一些 就是作为双语的人的一些情况 但也不一定是所有人 只是说对我来说 我的大脑的回路的构成是这样 因为我的那个hippocampus 我的high mati比较小 所以会容易忘记一些语言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视频可以提醒我自己 说还是保持说中文的习惯 然后呢 也更好地让大家去 学习一下中文 谢谢 然后有120例 所以说从